在杭州开烟酒店的王女士说 6月27号晚上 她叫了霍拉拉跑腿 送20条立群休闲云端香烟 每条卖1050元 总价值2万多 订单显示完成 但烟没有送到 开了7点半到8点11 她是结束订单的 这个期间 还多开了几分钟 也没看到这个有众口的人过来 我就直接第一时间也联系起手 起手第一次是电话是接的 她就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然后就马上给我挂了 然后我又打了一个 我说昨天你从我这边拿的东西 给我送到哪里了 店里是男的收的还是女的收的 她说我就放在门口就走了 然后就给我挂了 那我就想到这样回来 肯定是出问题了 然后我就马上报警了 我就是怀疑直到 见手知道 就是把我的东西给战友拿走了 当时警方没有立案 王女士和霍拉拉平台 也都没能再联系上起手 进步出后 王女士的丈夫方先生表示 7月2号下午 上城区彭部派出所 叫来了骑手王师傅 并调取了烟酒店附近的监控 一路走路过来的 走路过来的来到我店里拿东西 然后走路回去坐地铁回去 其实她说赌博输掉了 做生意亏了 没钱了缺钱 等于说一进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思想 好时候再说跟她沟通了一会儿 沟通了一会儿 她退了我 洗钱两千块 然后再说卡里好像还有一千 又退了我一千 然后我说那你卖到哪里 各方面我说你 我为了减少损失 我说能不能带我去 我说挽回点损失 那她良心发现什么的 反正带我过去了 方先生说 棋手王师傅告诉他 平时住在沈腾桥附近 会去周边的烟酒店买烟 就把取来的香烟卖给了烟酒店 两家店分两家店 其中一家店 没说多少 没说多少 反正棋手承认了 当面跟她对质问 她就 那个老板也很爽气 就当面退换给我了 以她回收的价格 多少 930一条就退换给我 退了12条 她说偷来的东西 肯定不会要的 她说这个她之前也不知道 另外一个店们八条 过去跟她沟通的时候 她起先知道 她说 你退来的我不知道 现在没退换给我 她就不退了 她说卖掉了 我是一个客户 客户她自己的 胡拉拉是这个老婚书 那个老婚书 她胡拉拉我们不清楚的 就是她当时卖你烟的时候 怎么跟你讲的 她自己的 自己不出 会掉 会掉 买便宜的 那就八百块钱 我们做生意 是不是要 他家 不是就叫八百 八百四十多一点吧 我说他八百是正常吧 照这么说 两家店收香烟的价格 还不一样 方先生提供了 棋手王师傅的号码 记者打电话 发短信 都没有回音 这类行为如何定义 律师的看法是 刑法上的定义就是 秘密窃取他人财务 就要道歉嘛 但是我这个东西是光明之大 交给你的 这个所以说 说道歉呢 基本上是靠不住的 他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 然后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 接触到客户的东西 然后把客户的东西占有了 如果是侵占罪的话 你至少要值两万块钱 公安才能立案 不是说零售价 就评估价 方先生说 他已经为这事奔波了十多天 没能追回剩下的八条香烟 不打算在耗费精力去打官司了 他认为平台责任很大 希望给一些补偿 退了三千 加上那个差价 它是我一四一 九百三给他买回来的 九百三买回来 我算过十二条利润是八百四左右 等于说是三千八百四 总共要回来三千八百四 联系平台的话 平台说看后续了 看后续了就这样子 也没给我个准确回复 赔付多少什么的 平台的责任最大 像我们下单 肯定是相信平台才下单的 他什么人都招 对不对 不明不白的人 像骑电瓶车也没有的 走路过来的也受骑手 还有这种事情的 记者再次反映给了霍拉拉平台 工作人员回复 骑手注册后 必须完成在线培训与考试 才可以接单 包括交通安全 跑单流程 及注意事项服务要求 对于方先生的事情 平台已经申请一定额度的关怀金 方先生反馈 霍拉拉方面同意赔偿他剩余的损失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